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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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收看 《周末尋留言》 我們的信用要求 竟然來到本後的地方 就是賓城 有個秘密告訴大家 我們的嘉賓後面的座樓 有個原因是 我們的盧德華先生擁有 特別是取得這個境 有我們的嘉賓主持 杜古凱和我們一起做 特別邀請到一個 我認識的一個 在賓城四大律師行之一 陳婉儀律師 你好 歡迎你 歡迎 特別請教你 因為你是專門做一些 樓宇萬邁的律師 對法例上 應該是最熟悉的 我知道 脫庸有很多問題想問 是的 沒有時間有限 給你問一下 其實 網上有很多人關注 我移民 除了英美澳家 台灣泰國 有沒有更好的選擇 近來 多人開始談論 就是在賓城移居 不要叫移民的可行性 因為 就變成我們 在我的討論區裡面 都有很多朋友 很興趣 知道多些 譬如說 許麗 我一個香港人 我來到馬來西亞或者賓城 自然會不會有什麼法例上的限制 如果是一個外國人 你在香港 在賓城 其實是分開兩地 一個是一個島 我們現在就是在賓島 有一刻是在內地 過了可能 百拿半島 香港島 和九龍半島 是的 新界 如果你想在賓島買樓 我們以前叫賓郎聚 正式叫賓郎聚 我們叫聚 有首歌 百拿大風光 就是那些地方 如果在賓島 你買那些樓 那些高樓 那些限制是一百萬以上 一百萬以上 如果在房子 是三百萬以上 就是獨立屋 就要三百萬 馬子 馬子 還是港幣 馬子 馬子 即是我們一個的貨幣 全都是馬子 香港對馬幣 你大概乘二左右 當然有股息也要跌 這個我們到時 一對二 一對二 即是譬如說 一點一 一百萬 一百萬的馬來西亞 零吉 零吉 就相當二百萬的港幣 即是說 如果買別墅 要三百萬以上 對三百萬以上 但其實有少少不同 其實有一個概念 有一個叫永久業權 即是List House 即是Feehold 英文叫Feehold List House List House 是有年期的 現在買的 通常 Pinnan Island 大部份是Feehold 多一些 整個馬來西亞 都有分這兩種 List House 和Feehold 還有一種地 是馬內保留地 那些我們是沒有分禮的 不用說 那些保護原住民 是的 List House 是99年 通常是99年 從何時開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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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那時候 現在獨立了六十幾年 是的 其實99年都剩下 三十幾年 三十幾年左右 但也不是那麼久 是的 其實是 因為有些List 他們現在才List出去 那些List的年份 就不是很容易 即是第一批的老地 就是獨立 剩下三十幾年 開始計算 現在剩下三十幾年 獨立何時獨立的 1957年 1957年 即是現在已經 62年 62年 你減99 剩下多少年 三十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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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即是無形中 大家如果是來馬來西亞 買一些叫做 最原始的獨立 那時候已經開發的地 就應該剩下三十幾年 到期之後會怎樣 那期之後去申請 有延長 可能會再加稅 有些List 是獨立以前已經List 因為 我是說 是英治民的地方 所以那些法律是 跟著英國法律 對 是 是 是獨立以前 都已經有了List 是的 剛才沒有詳細介紹 陳律師 陳律師其實是第三代 現在第三代華人來到這裡 他主要語言是馬來文 英文 和華語為主 是 Mandarin 是 普通話 但是 廣東話 就是 老師住在後 劉德華教他學的廣東話 所以剛才說 回到剛才的問題 就是 因為英國的 跟著英國的法例 就是傳下去 99年之後就要補地價 這樣說 但是補地價多少都不知道 現在有些 或者你現在簽個約 看看產權那天是否到多少 到時就要簽 因為 斌城到現在 還沒有一個地方 是到了99年 所以我們其實是不知道 是 獨立的體育 但是法律是說 可以更新 一定可以更新 但是可能 又要補地價 是的 可能更新 99年後 其實會有少少不少 因為香港很多地 地面是204層 50年後 但是有某些地方 其實已經到了 例如這個 博芙林花園 當時的處理是怎樣呢 就不是要補一塊錢的 當時就是 補一塊錢 另外每年要交地租 香港3%地租 那馬來西亞 有沒有交地租 這樣 交地租 交地租 因為香港比較特別 香港有一個叫Rate Rate 就是差項 它是按這個 租值 有一個叫Rat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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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例如剛才說 博芳林花園 或者海運大廈 尖沙堆 海運大廈 它是要取得保地價 它還要付一個地稅 那有沒有地稅 這一點 是的 我們是有地稅 是有地稅 有多少度 五一年都不一樣 對 不一樣 但現在是這樣 如果你們買的是高樓 那些地稅是一張地稅 給盛棟樓的人一起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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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可能是幾十塊 幾十塊 因為大業主 大業主 因為有一百間 二百個單位 大家分了 地稅很小 但你年輕人就大 就大件事了 自己給了 自己給了 所以買 享受大屋的時候 大家要留意 尤其是 順著桌休業 順著省小 你買一些大屋 大屋是否只有二手市場 到一手市場 會 那些大屋 如果你有錢 買一手 二手都一樣 但是二手 買到那些 可能你喜歡的那些教育 現在還可以開放給外國人 是 因為 Georges Town 分成 Georges Town 是一個世界 貴子盛 城市 那裏還有很多老公 是 是 是 還是開放給外國人 買完了 你回復收 又可以住 是 我見過一間大樓 好像很貴 有一個很大樓 剛剛說 殖民地時代 很特別 好像要買 天價 好像說 五十個Million Ringet 可以貴得這麼厲害 是 但是 一般 如果作為業主 就是剛才說 你要應付什麼稅行 如果買樓的話 買樓呢 就有一個印花稅 Stand duty 香港都有 是的 那些Land office 又收一個registration fee 如果你買了 又轉賣 那時候就有一個盈利 賺到金 資產 增益 是 那是怎樣的 現在 2019年 就是 前五年 三十巴仙 即是 你如果未足五年 就要將你賺到錢的三十 百分之三十 對 那些三十萬 它是減了你那些 買那時候的律師費 減了 Renovation 那些可以減 即是正欲計 對 即是真正賺到那些 可能你減了這些 真正賺到十萬 那你就夠那些十萬 好 高度公道一下 但如果我不持有超過五年 超過五年是十八仙 十八仙 2019年是十八仙 以前好像五個八仙 以前是五個八仙 是的 即是 有少許想轉 都不同 OK 那 好了 那作為業主 你知道要很多問題 譬如 整個國 要收租 香港要交民業稅 物業稅 物業稅 物業稅就是 如果在香港 你的房子是自住的話 就不用交納物業稅 那香港如果買樓收租 你裏面有一個收租物業 收租物業 就要把你的租金 某一個百元交稅 那個叫 Porty Tax 物業稅 譬如在馬來西亞 如果我買樓收租的話 我需要報稅 以及需要主立什麼的稅項 OK 其實是 法律上是要報的 報稅一定要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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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但是稅是多少 稅是二十多 租金的二十多 是 但是 香港好像十年沒有記錯 是 那 就是 看看你那個 自己的租 租的時候 租出來 有沒有假設不花稅 大家知道 如果租了 那當然 交得上來 法律有保障 是嗎 那變成你 那些惡壞的租客 你不用怕 去賣帳 多不多這些租客 租霸 租霸 或者叫做 霸你交五 就不交租 租霸 租霸 你喜歡那些租客 是做些 做些什麼行業 做人 那你可以自己 prefer的租客 感受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買外國人 譬如香港人 買些 隔山買 那些樓 經常都是 最怕就是 發展商就 叫做南美樓 拿錢就走了 其實馬來西亞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我老實說 以前都有的 是 以前的 什麼時候 十年前 十年前 OK 那現在法律 就保護了 賣帳 怎麼保護法 比如說 以前 就 建了樓之後 那些 那些發展商 先去申請 Stradite 那現在 那現在 Stradite 就是那個分契 分契 我們叫分契 但是現在 你建了 一棟樓之後 交鎖匙的時候 應該都已經 完成了 完成了 做完了 還有好像香港 經常都說 你建到那一層才要 業主給他錢 就是分契 結束期付款 分契 分契付款 就是建了那一層 就不用怕 你一開始 連地盤都還沒建 就已經收了錢 走了 我們都是這樣 是嗎 OK 現在這個馬來西亞 有特色 就是保護大業主 裡面 你投資後 買了一層口 就不怕 留花的時候 就已經有保障嗎 如果那層樓 是建不完的 比如說 那些發展商 搏路 就走路 走路 那政府就 take over 哦 就會拿了 take over 有幾個可能性 可能去找那些 第二個發展商 成包 成包 就是他們自己有的 總之就是 業主就不用怕 發展商 那如果 發展商 比如說收樓之後 有什麼問題 那你一般是怎樣處理呢 一般發展商 給了你鎖匙之後 24個月裡面 你是由一個權 去inspect 檢查 香港所說的 保養期 DLP De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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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會覺得 為何和香港這麼相似 我們是英國發 香港也是英國發 DLP 很多概念上的東西 都是很相似的 你還未做renovation 之前 你就要去檢查 我聽人說 計檢查 他都好像香港那樣 是計 計 是實用檢查 即公家地方 他不計 如果你買那層樓 那時候 他講 你是買一千方尺 你拿到的 實用 面積 是一千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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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廊 大堂 那些 就不計 不計 就是超實用的 你買了一個 你就是實用面積 就沒有建築面積 我們叫建築面積 哦 香港的建築面積 通常 我們那些 那些 就是發水 通常是三成至五成 有時候 而它小樓樓 就去到五成五花張 當然那些 Balcony都算不算 什麼都算 對 小路 還有送你那些停車位 哦 在馬來西亞有一個特色 很多買樓 就一定送車位 至少 搭配合兩個樓 有些好些樓 送到那裏 嘩 一人一架都可以 基本上 一家人 我們叫三四堂車 這些類的 香港有三四堂車 三四堂車 有一個想問 既然我買 我只計算內籠 如果管理費又怎樣 因為香港有個問題 因為香港的屋 除了你居住的部分之外 它是很大的會所 很大的泳池 但陷害錢都是要業主付的 就是那些小業主要 夾錢 夾management fee 去做 如果是在馬來西亞這邊 那個物業管理是 那個支付是怎樣做的 應該是類似的 就是 例如說 我住這間是一千封尺 那它就計算 你的管理費 管理費 是25個Z 一個封尺 一個封尺 即是500多元 即是500多元 不是這樣計算 有些三號子 三號子 對 看看你買的 那些獨立屋 那些管理由 它自己攪拌 對 其實沒問題 會不會像香港 香港的屋 它沒有渠 你有沒有聽過 就是它是 屋下有一個化分池的東西 沒有渠 因為它是荒山野嶺 它是沒有渠 對 對 總之就是草草草 大概要找一個吸訓 車 你有沒有聽過 香港很文明的地方 都有一些 有很多 有很多 香港會有這些 但是譬如說 馬來西亞 或者在檳城 那些木 所謂七通一瓶 特別是一些 譬如說 山上的那些毒物 會不會好像 什麼都要自己攪拌 是啊 如果你買那些地上屋 你自己攪拌 unless 除非它是一種 叫Gated G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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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unity 有些這樣的 Gated community 即是有大閘的 對 在裡面有大閘 對 就是新界的 叫做複丁屋園 對 好像是 有管理的 那些是貴一點的 他們就有的 Pinane Island 其實那個土地 我看到有山 其實這麼多山 其實是 都 怎樣用法的呢 其實可不可以開發 做建屋的呢 現在我們看到 後面那些山 其實是保留 保留區 保留區 是不可以開發的 即是沒有 有土地用途限制的 很少的 是啊 是很少的 我看到外面都在田中海 是啊 前面是田中海 有沒有什麼 很大的發展 計劃 應該是 都是建屋 建屋 田中海 建屋 還有那個 好像有幾個 幾大的 好像在研究開的興田 是嗎 去機場 剛剛 公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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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兩條 過海 橋 是 第一條 還有第二條 OK 都發展都不錯 我現在 因為香港人買樓 都很自重 例如說他會不會 因為香港人 很多人都會有車 香港的樣子 車人很貴很貴很貴 那些停車位 街屋更貴 是 那很多人 關心他 會不會 香港有些叫做 鐵路上的物業 聽你說很輕貴 那會不會他 會買的時候 會不會要選擇一些 近殊備來的車站 其實在檳城 坐巴士是免費的 蛤 坐巴士免費的 原來 這麼好呢 是啊 巴士免費 但是買車又便宜 我們知道 所以為什麼香港人 最重要是 不可以遊車 第一件事 所以就集中了住城 加樓鐵路 所以地鐵上改 陳小姐 你很想香港投資 記住買地鐵上改 先問一下斷中 哈哈哈哈 每一間房子都這麼貴 你知道嗎 是不是 每個都 每個平均的房子 都 就是香港 平均一間 告訴你 一間 實用面積 好像實用面積 300-400呎 在市區裡面 400呎 400呎 等於你現在半間 半間糖 這麼小的 已經全部包在這裡 多少錢到市區 現在平均 600萬 600萬港幣 即是300萬 300萬 Ringgit 真的嗎 那間屋都是市區 哈哈哈哈 那間 那間大屋 有多少市區 六間港幣 一個車位 200多萬 太貴了 高行包 包車位 車位已經200多萬 你過去 你記住 你搬去 你搬去香港 你搬去開業的時候 做生意的事實 你又沒有堂車 哈哈 很貴 所以香港的現象 每個都是在鐵路站 鐵路站 是最貴的 因為是最省時間 上班去做 慢慢香港人養成 所有的 屯總經常都說 經濟地租 而那個中心位 什麼中心位 交通中心 商業中心 即是我們都要 結論為主 就好像類似CVD 是 譬如說 一個城市 一個CVD 就是銀行 政府 等等 你一個區 一個小區 其實都有一個 一個叫做 區名的重心 我們叫做 Region Home 商場 車站 貴價住宅 其實我亦都觀察過 譬如說 現在我們 唯一的一個酒店 附近有大商場 有車站 都置於一個 類似一個叫做 區域正深 如果除了Georgetown之外 檳城就沒有這些 CVD在哪裡 是Georgetown Georgetown 向北開始 就是 誰是有錢人去 誰是 中上區 我們現在是有錢人去 香港人去 哈哈哈哈 這個區域叫什麼 這裏是 Gurney Gurney Drive Gurney Drive 上 那邊就是 Danzong Tocco Danzong Tocco 都是有錢人去 上去就是 Danzong Moon 我們補回地圖 大家可以了解 這一區 就是有錢人區 嘩 如果你跟別人說 住在Danzong Tocco 他們就 劉德華也住在那裏 是 是 劉德華做了鄰居 哈哈 是 這裏有很多住宅 高級一點的住宅 再上一點 是不是Ferengi 就是那個度假 對 Ferengi度假的地方 是海邊度假 是 事實上 如果香港人來 買車100萬 都是這區的 以上 這裏的樓價都是100萬以上 100萬以上 很多是人 因為你外國人 你都不可以買得便宜過100萬 一來到就做富人家 做豪宅 住豪宅 還有一個新區 新區是Free Trade Zone 那一代 Queens Bay 那裏 是新開發的區 可以 可以 但這裏我是 我自己本身 是喜歡這裏多一點 你住這裏 哈哈 是有錢人區 哈哈 沒有錢人住 是有錢人區 在旁邊 那 整個Pennane 這個州 重中之重 就是Georgetown 是啊 那裏做了一些銀行 在銀行街 是 通常那裏發工 就是那裏 那裏有很多店 銀行街 那裏全部商業中心 是Georgetown 那裏住的地方就是 左邊 好像北京的一環 三環 哦 有意思 Georgetown是一環 那裏可能是三環 但是這裏是貴一點 這裏舒服好一點 那裏的密度很高 海邊 更新一點 因為我見到你那裏 Georgetown有很多地方是身為的 即是維發遺產 UN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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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ITATION 那我見到很多那裏 那裏住宅都變成一個舖頭 那我們會關心一件事就是 因為香港執局的土地融途 例如香港那裏 那裏叫商駐運合成 那你就可以做商 你可以做住宅 但是新區很多樓 譬如說它寫定是resident residencial 那你就只可以做residencial 對 這裏是否也是這樣 是 真的 對了 很多人都是來選擇 要來這裏退休 打算慢慢可以享受 他這樣做的 在香港那裏 那裏或其他資產 繼續保留 放租 那裏收租可能有幾百萬 即不是幾百萬的樓 可以收到每個月都會收回 可能一兩萬的Rinking 的錢收入 放租給別人 那來這裏就住一間一千多呎的樓 接著那裏生活 可能這裏花費多少錢 到一個月 花五千元是否多 五千元 一個人 馬拜 是的 挺不錯的 哈哈 一萬元呢 一萬元就非常好 即是基本上你 無論你的醫療 你的費用都是很低的 是的 你平時基本上你花不到這麼多錢 我看我感冒 前幾個星期 我看一個Clearing 醫生 看醫生 看錢 香港 香港就要普通陳文 兩至三百 三百 港幣 三百 三百 三百元是看三百藥 是的 未斷尾 即是百五元 我看了醫生 拿了四種藥 是 四天的藥 是 三十五元 三十五元 哈哈 三十五元 真人真事 真人真事 哈哈 所以這裏的生活指數 都是挺相宜 我想作為退休的時候 當然要 天氣也很穩定 是的 我經常說 實質一點是屬住樓 最怕那些生手 屋樓 其實這裏怎樣 多不多 要注意天氣 是 管理公司 你去找一間 一個公司 我們來管理 是的 但是找那些Agent 我們來管理都可以 是的 即是基本上 我是針對外國人 外國人來說 即是如果放租 就找那間 物電管理公司 幫你做 我都可以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 管理的形式 應該是很進步 有住的地方 有搭的電梯 也是有保安 即是不能隨時走 好像走電 一定要有一個Tash Card 先拍卡 不是隨便進去的 基本上都是做得很舒服 那你 坦白說 作為一個檳城人 你們的當地 住一間屋 像一個住的地方 你們本身買的樓 有多大才好呢 基本上是覺得合理 你當你結婚 年輕人結婚 你買一層樓 應該買多大 是 二千 二千 一千 一千兩百多 一千兩百多是基本要求 一千兩百多 一千兩百多是基本要求 兩個人 三個人 即是三間房 都可以 是 都可以 是嗎 哇 這些就是他們的標準 千二十 金不夠住啊 主翁 哈哈 我們這些 有些 如果千八 千八十 就是那些 千八十就很舒服 很舒服 有些 每一間房都有套紙 黃海景 這些都是可以有的 其實現在房地產的情況 知道這幾年後 有些什麼情況 可以說一下 這幾年後 其實早期 可能五年前 這樣 房地產是幾 差 幾好 幾好 是 但是上兩年 這樣 三年前 就開始下跌 原因是供應過多 少賣多 供應過多 是 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 我們都換了政府 香港也是很多人關心的 叫馬來 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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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說 就是 換了手上 剛剛一年 一年前 然後 發覺很多基建都 不行 這個價錢 做不到 減了價錢 又再做回 例如說 東海岸鐺 新馬 高鐵 好像說 可以再重新做過 大馬城 是的 那這些基建 其實在檳城 會不會有這些項目呢 其實檳城的樓價 一向都是一個很穩定的價錢 都算你跑了 都算升得幾人 因為我已經做了十幾年的內容 是的 那十幾年 那些樓價是很穩定的 是的 一直到可能是幾年前 它就下了 是 我跌了可能 10-20% 對檳城的人來說 我們真的很驚訝 很驚訝 未試過 未試過 因為 一路都是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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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向上升 那換了政府之後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氣氛 正在氣氛 又升起來了 就是 香港很快 很穩的 香港買樓 你知道一買 一升幾天就買了 其實 這萬 平穩一點 我覺得是好一點的 一路上下 大上大落 香港很厲害 那很多謝陳律先生 今天很貴的時間 其實你已經負責一個交流團 你立即去找一個接待這個交流團 很多謝你很貴的時間 謝謝大家收看 认识每一个区域的产业有什么用途 每一个区里面有一个重心 还有有哪些值得投资的住宅商铺 诸如此类 最最重要就是说一下陷阱 不如我们说一下尤其是将军澳区 这个最新发展有很多人住在里面 其实这个地方有什么产业 其实是不是纯住宅区来的呢 其实将军澳最特别是有将军澳区 很多香港的传媒 譬如某报约集团 某香港电视台 将军澳公月圈很多媒体 还有数据中心 某发展商旗下的科网旗舰 都有很多数据中心 HKTVMORE 当然我们集中 其实都是一个住宅方面是佔主楼的 因为居住区里面的楼不让你投资 所以一般来说都是以住宅为最重要 在分析住宅里面 我会提出一个概念 叫做区域重心 意思是什么呢 在某区里面 有某一些物业 或者某一些地点 居民的人流比较多 商业活动会比较旺盛 以将军澳来计 例如那几个港铁站 我个人认为将军澳站 接着天晋一带 是将军澳的区域重心 就是柳黄 天晋是一个比较多人注意的 但其实违景湾半游的规模 也很大 接近6000伙 也是区域里面 一个比较重要的投资屋苑 所以这区域重心 在某区域重心 还有没有其他重心 例如保林 还有其他将军澳中心 某区域重心 如果要再选择另一个地方 就是我个人认为 坑口也是一个比较值得留意 坑口 坑口有一个很特别的特点 就是很多住在西贡 清水湾附近的豪宅工人 经常都是用这里出入 因为由将军澳的坑口站 一上影业路 就已经是清水湾道 形成那里也是一个外来的人流 令到那边的消费 也是比较多的选择 那里有东广城 东广城 蔚南湾半的连里街 是是是是 那有什么特别 我觉得除了住宅 刚才说 你说了几个住宅之外 商铺 公贸楼 或者有车位 应该是怎样去投资呢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将军澳是有一个丁屋市场 丁屋市场 对 例如将军澳村 或者由鱼湾村 正住坑口的一带 其实都有一定的丁屋 但当然 那里不是一个很主流的市场 因为西贡区里面的丁屋楼价 是非常贵的 你不会说 能够一个比较便宜的价钱 去入货 所以在这方面来说 将军澳投资物业 其实重要的地方 就不是在于你买总盟某 而是你看回区里面的 未来发展的潜力 将军澳觉得 仲侵日时不断地填 去到堆填区的章岸 那里又如何发展呢? 不断地推出很多新的楼 堆填区是137区 打算让将军澳工业区 再进一些处理堕性废料的填料庫 那些不是垃圾 例如拆楼专泥沙石堆在那里 政府亦都几年前 开始研究在那里 兴建一个新的住宅区 但是个人会觉得 很长远之后才有机会落实 反而我会提醒大家 将军澳未来交通 其实是会有一个大跃进的发展 是吗? 最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说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譬如去观塘素墓 沿途会看到一个地盘 就是蓝田隧道 有一条隧道由将军路直接出到蓝田 那里会接驳到东区走廊 以及接驳到T2公路沿着跑道区 再接驳到中九龙干线 在半个小时之内 就能够由将军澳到右麻地 即高铁站附近 此其一 除了道路方面的改动之外 港铁也已经落实了一个叫做北港岛线的支線的计划 他就会将现时将军澳线继续延长 延长到天马站 然后同时会将东冲线由香港站延长到天马站 在那里作为一个接驳 未来来说 由将军澳到东冲 其实只要转一次车就已经去到 就算由将军澳到机场 只要在香港站转回机场化线 也会很快就已经去到机场 所以未来的交通 就会比现在提升了很多 很前瞻性 很多媒体传媒 一般媒体传媒都没有留意到 脱翁都已经提到 早着先机 替回来 将军澳虽然有很多房子 其实投资潜力也不小 因为有基建的改变 交通有进步 去做这件事 好了 说真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就说到陷阱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真是哪些要小心 大家想提防 有些便宜的东西 特别好 会不会在那里 我们要留心 其实将军澳有一个特点 因为绝大多数屋苑都是鄰近港铁站 我既然说到绝大多数都不鄰近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其实将军澳的交通方面 是建基于一个叫做铁路的基建 如果譬如说有些在山上的居屋 或者一些偏离了港铁站的屋苑 虽然你现在看到它的低水 但这个低水的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 因为所有未来将军澳能够得益的 其实它们都不能够得益 因为它都不接近港铁站 所以只会的脈价会越来越大 所以我奉劝大家 如果有心去将军澳置业投资的话 一定要留意 究竟那个地方是否接近港铁站 还有那个购物消费是否够方便 好 今天很多谢你一个分析 但是时间所限我们不能说太多 但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我们尽量去解答 还有脱翁也有自己的书 我们也有一个hyperlink 和他将来又搞一些讲座 大家会有互动的时间 欢迎大家 多谢大家收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梁准有计这个环节 今天就想和大家说一下 买楼在财务安排上面 要考虑哪三个要点 个个都说买楼抵过租楼 但是最紧要是要你买得起先 但是要买得起 其实除了靠附杆之外 自己的财务安排 调配得妥当 都是很重要的 我们买楼方面 其实都要注意三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留意物业的升值能力 第二个就要看下首期方面 其实首期比得多与少 都是看回每个人的财务能力 最后一个点就是说 按揭的年期 有些人又是说 越短越好 有些人又说 越长越好 都是那句 量力而为 在现在的低息环境情况之下 只要你计算好 其实长与短都一样是那么好 今天讲到这里这么多 大家如果对楼市有什么疑难 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梁掌就会逐一为各位解答